哈喽大家好,我是汪哥,今天带大家看一部惊悚片《停止呼吸》,讲的是外来户女主嫁到教徒村后,身边人都离奇死去的诡异故事,女主小花和隔壁大婶及其女儿思思,因外地人的身份备受排挤,大胡子教育两儿子不要与其混在一起,丈夫半夜回到仓库检查,却被人杀害,小花这边正在下葬, 光头带着几个小孩就去小花家探秘,却不小心将鞋落下了,荷花和桃花闻讯赶来安慰小花,晚上光头来找鞋,被神秘人杀了 荷花外出跑步遇上大胡子儿子卷毛,两人看对眼了,小花在田里工作时,车零件坏了,桃花去仓库拿替换零件遭到反锁,慌忙逃出去时,却看见了光头的尸体,大胡子怀疑小花是凶手,小花不听警察劝,继续留在村子,小花洗澡放松时,却出现一条蛇。 大胡子召集全村人,讨伐小花的罪行,卷毛与未婚妻挑选婚纱时遇见了荷花,被发现后遭到大胡子毒打,但耐不住寂寞还是找荷花看了电影。 回家路上,卷毛准备和荷花来点大人活动时,被不明物体砸死了。 荷花逃跑时,被人引燃了汽车,发现丈夫的墓穴里无故多了只攻击。 来到隔壁大婶家质问,却发现了自己的画像和丈夫的尸体。 找到两人一翻扭打,却发现思思是个男生,还暗恋她,跑回家带着桃花准备跑路。 大婶和思思追了上来,小花掏出在镇上买的枪一通乱打。 不仅一枪没中,还让大婶闯了进来。 两人肉搏正激烈时,桃花打出给力一枪让大婶倒下。 未婚妻突然出现,来了一个背后一刀将思思杀死。 第二天,桃花离开,胆肥的小花决定留下。 一关门,丈夫鬼魂出现,说着什么? 话音刚落,思思带走了女主。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别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和你信仰不同的人。 好了,我是王哥,喜欢就关注我吧,我们下期再见。